代表收下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制证的鸡蛋 基隆市圣友协会前后任理事长 以及总干事 又开心又感激 因为这阵子遇到蛋荒 鸡蛋不好买 对于洗肾完后 急需要补充营养的圣友们来说 雪上加霜 因此能够收到这批爱心鸡蛋 真的是枯木逢春 因为鸡蛋 每次洗完我们的蛋白质 洗肾的病人蛋白质流失都很多 那有时候因为有些病人 他本身对肉类 他本身没办法吸收 那鸡蛋的蛋白 他是最好的吸收的一种蛋白 所以他们有时候洗完肾 都是要吃一个或两个 好几个的这个甚至好几个这个鸡蛋 他们就是要补充这个营养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接收到这个鸡蛋 我们的感觉很震惊 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跟那个肾油病人 跟他联络的时候 他们都感到无衷的感谢 因为叫他们自己去排 他们没有这个体力去排 而且也买不到 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 表示即时宜 市议员张炳君表示 制证3600颗鸡蛋给基隆市圣友协会 由协会自行分配给300多位会员们 就是希望为大家补充营养 炳君心中一直都有记者 就是我们其实洗肾的患者 他们是需要鸡蛋的 所以我这边也再次成功了 美合的我们大概3600颗的鸡蛋 想要赠送给我们基隆市 我们圣友协会所有的会员 也希望提供这些的鸡蛋 让他们可以及时的补充营养 让他们继续游泳健康的人生 那我也会继续来 持续来为我们社会的弱势 或是有需要的民众 来去努力来去打拼 张炳君强调 照顾弱势团体和朋友 是他这次震弹活动的主要目的 未来他也会持续努力 争取更多资源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朋友们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